安哲是一朵生活在深渊里与世无争的小蘑菇 然而有一天人类取走了它的包子 于是为了找回包子它踏上了去往人类基地的旅程 在安哲还没出生的时候 地球发生了崩坏 极光和地磁消失了 没了地磁保护的地球 被太阳射线摧毁了一切 太阳风导致了干旱 而宇宙射线则带来了皮肤病和癌症 人类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 更可怕的是产生了基因污染 这种污染会出现在所有生物之间 好在经过人类的不断努力 13年后建成了人造磁集 靠着这一点微弱的磁场 总算抵挡住了宇宙射线和太阳风 人类得以喘息 开始围绕磁集建造了人类基地 然而威胁仍然存在 人类需要去往基地外面的野外寻找物资 以换取在基地的安稳生活 而此时人类安泽和发小正在深渊里遭受变异种袭击 安泽为了救下发小 扑上去推开了即将被变异种袭击的发小 但他自己却倒霉地被变异种缠住了双头 他立马抬起头想要向发小求救 然而获救的发小 却和其他人一样选择抛弃了他 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安泽双眼充满了绝望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被抛弃了 下一秒变异种刺穿他的胸膛 安泽眼泪哗啦一下就冒了出来 也不知是疼的还是失望的 安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却在这时有军丝往他身上缠绕 从手上一直迈粘 直到覆盖他全身 在军丝的另一头则连着一朵小蘑菇 安泽胸口上的血暂时止住了 不知过了多久 安泽缓缓睁眼醒了过来 就看见一朵小蘑菇在给自己止血 他的表情很复杂 挣扎着抬手想要扯掉军丝 掩掩一息地让小蘑菇别白费力气 不用再帮他止血了 止不住的 边说身上的残血边滴到军丝上被小蘑菇吸收 这一瞬间小蘑菇通过血液里的基因 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叫了安泽一声 安泽对此很是惊讶 看来这个地方的污染指数很高 于是他告诉小蘑菇 等我死了 你把这具身体吃掉吧 还会获得更多东西 这样我好像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安泽觉得自己在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所以那时才会被发小抛弃 尽管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这一次也是发小对他死缠烂打 说想和他一起出来 他才放弃了安稳的生活陪对方出来 可还是被抛弃了 安泽只是没想到 临死前还能遇到小蘑菇这样温和的生物 话没说上几句安泽止不住的咳嗽起来 嘴里也抑制不住的流出红色 小蘑菇见状鼓励他道 安泽要活 安泽拿出自己的ID卡 让小蘑菇别白费力气了 这是我的ID卡 人类基地的通行证 听到人类基地四个字的小蘑菇很激动 说自己要去 安泽文言说不行 尽管他现在很痛苦 可还是告诉小蘑菇 那里只有人类才能进入 没有一种能逃过审判者的眼睛 然而小蘑菇必须去 因为人类拿走了他的包子 留下的唯一线索就是那颗蛋壳 把包子养大 是每一朵蘑菇此生唯一的使命 所以他就更要去了 安泽说不过他 只能劝他听话 可小蘑菇铁了心的要去找回自己的包子 文言安泽本就不行的身体更加糟糕了 他的意识渐渐模糊起来 可还是不忘担心小蘑菇 说他没有攻击力也没有防御力 只是一只很小的蘑菇 话没说完安泽便永远成 小蘑菇的包子被人类拿走了 为了找回自己的包子 他变成人类离开了深渊 上集说到人类安泽临死前 劝小蘑菇不要去人类基地 但小蘑菇没有听话 于是安泽死后 小蘑菇吸收了安泽的身体 将安泽的基因变成了自己的基因 最后幻化成了安泽的影子 如果有人在场 一定会以为两人是同一个人 很快一只脚踏上厚重软腻的台形 这一刻小蘑菇有了自己名字 叫安泽 小蘑菇在很小的时候 被斜见的羽珠打到了军饼 折掉 他不想死 就努力地想要找回去 再后来 小蘑菇渐渐有了一些模糊的意识 他愈合了 也和同类不一样了 可以控制自己的军司 可以在丛林和狂野间流动 还能感知外面的声音和动静 他成了一个自由的蘑菇 安泽听完他的故事后 便给他取了个名字 小安泽 此时安泽轻轻抱了抱骷髅 然后捡起了人类安泽的身份 艾蒂卡 他静静地看了骷髅很紧 最后将骷髅身上的衣服脱下 换到了自己身上 他一手拿着翻出来的地图 一手缓缓张开五指 露出一枚不同寻常的蛋壳 这是他在失去包子的那片地方找到的 轻叹一口气后 他踏上了前往人类基地的旅潮 只要有一丝可能 他都不会放弃 安泽 按照地图上的指示 一直往东北方向前进 这中间要经过二号和一号的路 很快安泽来到了一处丛林 目睹了一棵松树弯下树干 吞掉了一条有两条尾巴的巨蟒 这时一只灰色的兽类走到他旁边 安泽被吓了一条 就见兽类在他身上绣了 安泽没有动 任由对方绣遍他全身 很快对方一无所获地走 安泽这才意识到没有东西会注意到他 即便他使用了一具人类的外壳 就这样安泽走了很久 总算走出了潮湿的深渊 抵达了干燥又坚硬的二号平原 这意味着 他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累了 就变成蘑菇在泥地里休息 小蘑菇长得太好看 竟被猥琐男人惦记了 来到二号平原的小蘑菇 因为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变成蘑菇在泥地里休息 便学着人类睡觉的办法来恢复体力 没想到却在睡觉时遇到了蚂蚁偷袭 小蘑菇一看是天敌下的魂飞魄散 眼瞅着蚂蚁举起前腿朝他醒来 小蘑菇立马一个翻滚躲避 然后爬起来朝灌木丛把腿狂奔 尽管这只能抵挡一瞬间 小蘑菇还是画出君丝飞快躲了进去 却在这时蚂蚁被拦腰斩断 属于人类的声音随后响起 班哲已经很久没见过人类了 而人类也在这时发现了他 纷纷拿武器指着他 班哲赶紧站了起来说投降 对面见他是人类便问他叫什么 ID号多少 队友又去了哪里 班哲乖乖地抱上您来 然后谎称队友失散了 文言黄毛一脸坏笑地看着小蘑菇 你还别说 这小模样挺不错 接着上前拽住小蘑菇 按规矩要给他检查伤口 是你自己托 还是我帮你 小蘑菇见状满脸害怕 好在寸头上前阻止了黄毛 霍森 别在野外犯病 安折你跟我来 安折冷冷地盯着寸头 在黄毛的猥琐注视下 赶紧跟上了寸头的步伐 他问寸头是不是要回北方基地 得到肯定答复后又问可不可以带上他 带不带他取决于他身上的树叶伤口 会不会让他变异 于是众人决定 如果处理完战利品后 小蘑菇还不变异的话就带上他 小蘑菇顿时高兴地道谢 寸头让他不用谢 说自己叫范思 黄毛叫霍森 黑皮肤那个叫安东尼 我们刚死了一个队友 也缺人手 你去把蚂蚁腿卸掉 小蘑菇听话地戴上手套 开始专心致志地卸蚂蚁腿 还把卸下来的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然而霍森又像狗皮膏药一样 黏着小蘑菇 范思看不下去了便让霍森去把车开过来 小蘑菇再次愣愣地看着范思 然后上前去问要不要帮忙 范思让他看着就行 这东西刺多 没经验容易被扎 要是被扎了容易感染 却在这时小蘑菇看见了鲜红的血 他心里不禁疑惑 难道这里有人被划伤了吗 回去的路上 小蘑菇被安排到了车子最外面的休息室 就在他躺在床上 专心欣赏外面的星空室 听见霍森在和安东尼说话 安东尼的状态似乎不对 但小蘑菇在黑暗中啥也看不见 突然他听见身后有动静传来 立马翻身坐了起来 就见一只手朝他伸来 是一开始就基于他的霍森 以为他是那种角色 想要占他的便宜 小蘑菇挣扎间摸到了饭丝给他的匕首 这时身后传来哐当声 霍森闻言还以为是安东尼也想一起 让安东尼别急 小蘑菇上一秒还满脸怒气 下一秒却瞳孔地震 就见霍森身后的安东尼变异成了蚂蚓 此刻政府下身做出攻击姿态 小蘑菇害怕的颤抖起来 霍森对此不屑 问他装什么 千军一发之际 小蘑菇画出亿万军司朝四面八方分散 然后看准时机用军司打开了车门 逃跑的时候顺便带上了霍森 但同时变异的安东尼也跟着追了出来 小蘑菇只好扔下霍森胆忙逃跑 这一变动引起了驾驶座上范丝的注意 在看清后方的情况后 当即掉头去接应小蘑菇 而小蘑菇听见动静后 也转身朝着车子跑去 有了范丝的接应 小蘑菇安全进了驾驶舱 至于剩下的人 范丝说救救不了了 小蘑菇只能看着霍森被蚂蚁吃掉 虽然霍森人很坏 但善良的小蘑菇还是有些不忍心 范丝率先打破了瓶颈 问是不是安东尼变异了 小蘑菇文言低头说对不起 我看到蚂蚁甲片上有血迹 如果我说出来 说不定 范丝却说不怪他 虽然第二瓶原污染程度很小 但即便是轻伤如果说出来 就一定会被队伍丢下 所以很多人受伤后都不会说 因为想回家 于是小蘑菇问 那霍森呢 范丝让他别放在心上 霍森死得不冤 这人干的缺德是不少 要不是这次人手不够 他们也不会和霍森合作 问小蘑菇当时是不是被欺负了 文言小蘑菇转头不语 不知道在想什么 小蘑菇拔山涉水总算见到未来老公了 只是这未来老公对他实在不算友好 小蘑菇此时因为失去了对友正情绪低落 范丝为了转移他注意力 说起了自己有个弟弟的事 小蘑菇便问他弟弟在哪里 范丝说死了 两个月前在基地门口被审判官杀了 这是小蘑菇第二次听到审判官这个词了 范丝解释基地有个组织隶属军方 等级很高 叫审判庭 里面的成员是审判官 他们一般都在基地门口轮职 只要发现有人被感染就会立即击杀 并且不用负责任 而范丝弟弟死的那天当值的不是普通的审判官 而是他们的狼大 审判者 那人只看了他弟弟也就开枪了 范丝不信弟弟被感染了 但没办法 这种事太多了 说不定哪一天 他也会被打死 他弟弟那次跟他去的是第一评语 他一直看着弟弟 能确认弟弟没有受过伤 文言小蘑菇疑惑 没有伤怎么确认是不是被感染了 范丝继续解释 所以这种时候就需要审判庭来判断 每一个进程的人到底是人还是一种 那要是发现一种以后呢 还能怎么办 只能当场击毙了 小蘑菇害怕了 问范丝那些人真的能把所有一种都认出来吗 范丝沉默了片刻后才到 宁可搓杀也不放股 这下小蘑菇更害怕了 整个人开始紧张起来 由于要不要打到回府继续当一朵小蘑菇 可是 包子是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 于是小蘑菇决定赌一把 所以他一路跟着范丝来到了北方基地 很快车子开到了基地门口 范丝率先走下车子 紧接着 伸手抱出了腿短的小蘑菇 让小蘑菇快排队进城 小蘑菇很是紧张 紧紧跟在范丝身后排起了队 东张西望地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城门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 而在他们身后则是庞大的重武器 突然小蘑菇被一个黑色的身影吸引了目光 那人正在缓缓擦着一把黑色的枪 紧接着 抬头看向了他 然后抬起了手中的枪 范丝回头正想问小蘑菇在干嘛 下一秒子弹擦着小蘑菇而盘飞过 重重打进了范丝脑袋 小蘑菇脑袋瞬间空白 只能抬头和那人对视 因为此时此刻那人正缓缓转动漆黑的枪口对准了他 小蘑菇第一次就被老公保 还在重目睽睽下被带走 此时小蘑菇一动也不敢动 因为面前的男人正拿枪指着他 小蘑菇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审判者 上一秒这位审判者击毙了跟他同行的范丝 小蘑菇心想 现在该轮到他了 来北方基地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所以他没有任何动作 而是静静等待审判 他一边在心里默数时间 一边看着审判者朝他走 就在他莫数到13时 那人放下了手枪让小蘑菇跟他走 小蘑菇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可眼前的男人一动不动 正当小蘑菇疑惑对方为什么不走时 男人抬头露出冰冷的眼神让他伸手 小蘑菇听话地伸出双手 然后一只手就被男人扣上了手铐 紧接着将他拉走 就在众怒睽之下 临走前小蘑菇回头看去 范丝的身体静静地躺在血泊之中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收回视线的小蘑菇跟着男人走进了审判庭 里面正在审判一个男人 结合安泽曾经的记忆 以及这些人现在的对话 小蘑菇知道审问也是辨别的方法之一 男人直接带着他走过这地方 来到另一扇坚硬的大门前 审判庭陆峰申请基因检查 话音刚落大门缓缓打开 紧接着小蘑菇就被陆峰拽了进去 小蘑菇一步一驱地赶忙跟上 来人见到陆峰有些惊讶 陆上校竟然会来这里 您不是一向用子弹解决一切问题吗 陆峰没理会对方的调侃 只说了句起名佩服 博士 博士顿时无语 片刻后起身让小蘑菇跟他走 小蘑菇乖巧地跟了上去 在博士的指示下爬上了检查台 然后被束缚住了四肢 博士开始戳他身上的血 小蘑菇忍不住紧张起来 博士为了缓解他的紧张 说了句血液的颜色很健康 小蘑菇文言十分真诚地谢谢他的夸解 博士顿时愣住了 显然没想到小蘑菇这么天真可爱 很快小蘑菇的血液被送去检测 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小时 而这个基因检测只针对动物性变异和植物性定义 可小蘑菇既不是动物 也不像植物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 小蘑菇躺在台上开始全身增强扫描 空气中传来的嗡鸣声 让小蘑菇觉得好像深渊里的一些遥远的夜晚 也好像远方大海发出沉闷的波涛拍打声 是用人类语言无法形容出来的 小蘑菇不经心想 这或许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四十分钟了 四十分钟的扫描对小蘑菇来说很快 博士替他解开了锁口 让他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 自己去看血浅结果 说完还忍不住摸了摸小蘑菇脑袋 小蘑菇就这样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呆坐在椅子上 忽然他察觉到面前有事 顺着感觉看过去 就见路风正用冷冰冰的绿色眼睛注视着他 男人第一次怀疑自己能力不行 其实他能力很行只是小蘑菇比较特殊而已 上集说到小蘑菇刚结束检查出来 就见路风依旧用冷冰冰的眼神盯着他 这让小蘑菇感觉很冷 于是他默默转动椅子 直到背对着路风 但他觉得更冷了 这时博士走了过来 说小蘑菇的基因报告无异常 可以走了 路风沉默了几秒 你们百分百确认他是人吗 博士文言表示确定以及肯定 还调侃路风 你看人家小朋友都不愿意理你 于是路风出声道 转回来 小蘑菇只好心虚转回去 毕竟他真的不是人类 最终路风败下阵来 挑眉看向他道 还不走 小蘑菇乖乖跳下椅子跟他离开 只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路风忽然开口 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直觉你不是人类 小蘑菇几乎心脏骤停 足足反应了好几秒才回神道 那那第二眼呢 这是我第一次申请基因检查 说着把基因检查的报告递到小蘑菇面前 你最好是人类 小蘑菇只能默默接下这个证明他一切正常的单子 然后继续跟上路风的步伐往前走 一时之间 整个走廊里只有他们单调的脚步声 临近出口的时候 他们迎面撞上一支队伍 那些人看到路风立马喊他上校 而身后被压着的人 被路风一看大声吼道 我没有被感染 审判官对路风解释 高度怀疑感染体 但无决定性证据 家属强烈要求进行基因检查 路风淡淡的恩了一声 然而就在两队人擦肩而过时 哼的一声枪响 那个说自己没有被感染的男人应声倒 路风收回武器 头也不回的说没有必要 跟着的家属顿时发出尖叫 小蘑菇转头去看路风的神情 路风的目光是那样的冷漠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神 小蘑菇心想 对于审判者来说 这样的事情可能早已看惯了 出去后 两个简装士兵带着一具 附上了白布的尸体在等他 小蘑菇知道 那是范丝 他伸手想要揭开白布再看一眼范丝 却被士兵拦住 对方将一枚蓝色的芯片递给他 比调平稳道 A2147佣兵队确认无人生还 装备物资由基地回收 占利品折算货币 与抚恤金合并已向家属发放 情人领一物 小蘑菇情绪低落 问他们要带范丝去吗 士兵回答说焚化炉 小蘑菇身体轻颤 没有去见那张艾比卡 路风的声音忽然响起 你不要吗 两久后小蘑菇抬头仰望路风 满眼挨伤的替范丝变紧 他真的 没有受伤 路风仍旧面无表情 当小蘑菇以为这人 下一秒要转身离开时 对方却上前一步 一向冷漠无情的路上笑 居然亲自给小蘑菇解释 果然是对我们小蘑菇别有所图吧 上集说到小蘑菇觉得范丝死的冤枉 路风听了他的话 上前一步走到他面前 紧接着在尸体面前蹲下 用黑色的枪挫挑开白布的边缘 小蘑菇当即半跪下去查看 只见范丝无名指的指尖上 有一个微小的红点 那红点周围正缓缓 渗出一些灰黑色灼页 小蘑菇正住了 煞内间和范丝相处的场景浮上心头 原来那天被蚂蚁假骗刺伤的人是范丝 所以是范丝想要回家 小蘑菇眼神悲伤 手指颤抖地接过范丝的艾迪卡 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当他转头去看路风时 对方的身影已经在城门口灰色的天幕下渐渐远了 片刻后小蘑菇听到身后传来响动 是上集那个同伴被杀的女人 她身体拼命挣扎 嘴里喊着路风 你不得好死 直到很久 女人才停止了她的唾起 小蘑菇见状问她 您不走吗 女人摇了摇头 声音沙哑道 那个死的 和你是什么关系 小蘑菇花了很久 才在记忆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词语 说范丝是她的朋友 救了她一命 女人一听又哭起来 边哭边说我男人也救过我 小蘑菇突然感觉心脏沉温得很 这是属于人类的感情 是她当蘑菇时从来没有过的难受 等心情终于平复了点后 小蘑菇才找到了力气 跟着远处人流的方向 抬脚走向机器闸门 将属于安泽的那枚ID卡 放在闸门右端平台白色的亮光处 然后抬眼看向前方的黑色摄像头 等待身份核实后 摄像头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动 紧接着 闸门升起是一小蘑菇通 突如其来的阳光晃了 往小蘑菇的影 等适应后就见高大的水泥建筑 铺天盖地 小蘑菇跟着人流往前行进 再走了几百步又转了一个弯后 前面只是排上写着轨道交通四个字 一辆列车正停在轨道上 在看清上面写着会去的地方时 小蘑菇再次跟着人流进了车子 小蘑菇作为蘑菇 终于混进了人类基地 此时他跟随人流进了列车 在略险空荡的车厢里 找了一个角落位置坐下 前座是两个健壮的男人正在交谈 小蘑菇听不太懂 只知道两人现在心情很好 小蘑菇深知心情好的人 往往不介意帮助别人 于是他喊了一声 先生 六区怎么走 那人头也没回到 供给站转二号列车 小蘑菇连忙道歉 几经波折后 小蘑菇在供给站上了二号列车 根据记忆中的地址去往安泽的家 不久后他在正确的站台下车 下了车后他才意识到 自己并不知道要怎么去记忆中的地址 正当他试图找个人问路时 忽然被一个年轻男孩子拉住了 小蘑菇还没来得及说话 那人就塞给他一张白色的纸 上面写着反对审判者几个字 小蘑菇不明所以但也没有追问 只是问那人知不知道 117号建筑怎么去 男孩闻言邀请小蘑菇和他们一起走 为了回家小蘑菇答应 很快小蘑菇就被拉进了一群人之间 这些人看着都很年轻 每人手上都举着一张类似的白纸 小蘑菇有些好奇 问男孩这是在做什么 再听到男孩的回答后 小蘑菇默默地嗡了一声 大概半小时后 小蘑菇问男孩117号建筑在哪里 男孩说就在前面 快到了 然而小蘑菇等了一个半小时后还没到 他整个人都黏巴巴了 再次问男孩117号建筑在哪里 男孩连忙道歉说对不起 把他忘了 然后转身指向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不远 侧面写着龙号 你们看见呢 小蘑菇一边道谢一边把纸还给男孩 男孩却说不用 让小蘑菇下周记得赞美 他们在1号建筑集合 于是小蘑菇只好收下这张纸 朝背纸的方向走过去 边走小蘑菇边觉得周围环境渐渐熟悉起来 脑海中那些原本属于安泽的记忆被唤醒 很快小蘑菇找到了11号房间 轻轻撕开门上的封条 将ID卡贴在了门锁上面 喀大一声门锁弹开 小蘑菇抬脚走了进去 原来这就是安泽的家